靓仔 记住这五个低杆小技巧 打台球受用一身 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 就叫做低杆 能让白球产生向后的旋转 技巧一 目标球距离较远 角度比较大 正常击打的话 很难将白球停在这个区域 击打黑球难度大 此时可以用低杆减速的杆法 出杆时要做到短而干脆 白球就会产生减速刹车的效果 打进目标球后 就能顺利的较到黑球的位置 技巧二 遇到较远的直线球 打中杆的位置 想要挺稳白球需要用很大的力 对于新手来说 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 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 出杆尽量平顺 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 拿下这局 技巧三 遇到带口球 想要走位上方底裤的黑球 打高杆是很难走位的 因为白球撞酷后 会产生西裤的效果上不去 这种情况 需要用低杆瞄准目标球一半的位置 就可以加快白球撞酷后离开的速度 跑到上方较到黑球的位置 技巧四 遇到目标球 被障碍球挡住 但是两颗球相贴 对向带口 正常击打是打不进黑球的 只要用低杆击打 由于齿轮效应 就会让黑球带上向前的旋转 顺利打进 技巧五 遇到这种球形 想要走位黑球 正常的走位线路会碰到障碍球 此时可以先稍稍抬高杆尾 去打低杆 白球就会跳过障碍球 再产生低杆效果 走到黑球的位置 拿下这局 技巧六 现在我们要击打黑球 但是正常的解球线路被阻挡了 此时我们可以将库边的瞄准点 向上移一点 用低杆击打 白球吃库后 会产生一个完美的弧线 绕过障碍球 将球打进 下课